Ryo聊世紀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天空熊對上Z4里的一個對決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天空熊跟Z4里是台灣的頂尖包手 他們的玩法有點像是接近vipe的那種實力 之前Sorakuma天空熊有打贏vipe過 所以也算是我們台灣之光了 好那這場比賽比較特別的是馬來對上敗戰艇 敗戰艇這個文明他升級的費用非常的便宜 再來就是馬來他的升級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這場的對決就算是一個 到底是省資源比較重要還是升級速度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比賽 那如果以前期來說的話我個人是比較看好Z4里敗戰艇的部分 因為敗戰艇前期打戰毛跟戳戳都有減免的費用 而且升級的資源也比較便宜 所以優先到帝王來說的話我覺得Z4里算是非常有優勢 不管是封建時代還是城堡或是神帝王 敗戰艇應該都是會處於一個領先狀況 雖然馬來的升級速度非常非常快 但是資源一樣是沒有減的 所以他可能在資源上 如果被騷擾到的話會非常痛苦 畢竟我們Z4里的減免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 目前天空熊這邊是選定三幕開局 算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這邊有在趕入 這不到四幕了 看來是要打得很穩 那通常要配到Z4木通常是要打棒棒的 因為木路夠多 你均勻可以下得快 然後後面不 要轉弓啊 或是轉其他東西都蠻方便的 而且也可以圍加 也可以打算打一個可以跳成 都是一個選擇 但我都不會把話說得太死 因為畢竟選手們在想什麼 我們觀戰者只能一隻半解 可能會常常解讀錯誤啊 畢竟高端跟我 這一段這個區戰實力的人 是還是有差距的 所以往往即使我看懂他們要幹嘛了 但我也不會把話說得太滿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跟想法 所以我不會把話說得太死 好那來看一下天空熊 這邊只趕了一隻鹿 就去Z40家探索 那Z40也選擇到天空熊家做探索 那兩邊的話 趕路的部分 是Z40一趕兩隻鹿 算是有點小 欸這個要偷嗎 這個偷 偷不好吧 這種baby的嗎 好看起來是不偷了 OK 好那這場應該眼尖的觀眾 已經注意到了 我這場是使用 AEC觀戰器 來看這個司機帝國賽 那之後有可能 就會用這個觀戰模組 來播報比賽 因為有不少觀眾跟我反應 希望可以看到兩邊的資源 這個模組應該是最適合的 雖然我覺得這個模組 比較適合拿來播團戰 但實際上 他來播詳細的經濟科技跟升級 都算是蠻 蠻有一個水準在的 比較缺點就是 他們要怕即時看 他到底有什麼或沒有什麼 像一般介面一樣 這就是要對文明非常非常熟悉 還可以使用這個的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可以熟悉這個介面的話 那我們就以後用這個播報就可以了 那兩邊之間大家都可以 不要即時知道 為什麼他們不這樣做 或是怎麼這樣做 因為大部分往常都是沒有資源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好 那看一下 這邊Z4也是要打棒棒 那天空熊呢 天空熊均勻也下了 但是天空熊還沒有開始按棒棒 那應該不是打棒棒囉 我以為他要配四 欸五目 結果是四目而已喔 那四目的話 就不太一定是要打棒棒 那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說的 就是我們不知道玩家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話不能先說得太滿 雖然有可能 會打那些戰術 但不一定會打出來 好 那來看一下 Z40 這邊是想要打黑棒棒跳成嗎 看起來為死 而且他這個有點小天圖喔 因為他的附金在裡面 這個主金雖然在外面很慘 但這裡果樹也在裡面 裡面還快小金 基本算是小天圖 然後兩塊木區域也蠻厚實的 而且這塊木區域也蠻厚實的 所以被鬧的距離也比較廣闊一點 應該不太可能被鬧 因為敗戰庭封禁也是有非常優勢的 畢竟戰矛很便宜 戳戳也很便宜 出幾隻不會太虧 好那這邊 天空熊優先點下封箭實彈 Z40這邊因為出棒棒的關係 所以還沒有點下封箭實彈 那這邊可能會變成封箭打黑暗的一個局面 但是這邊Z40太狠了 直接把天空熊的路給敲死啦 太狠了太狠 天空熊這個有點危險 欸欸欸欸 這個有屑欸 2 1 啊斷了 Z40有發現了嗎 欸沒有欸 直接路過 哎呀Z40這個細節沒有看喔 我看一些高章玩家他們都會故意去點一下 看這個木剩多少 然後就等他這個木 硬沒有然後直接轉進去 卡在這個位置 哇 然後就出大事了 但是天空熊這邊也補很快 發現挖出一個洞了 趕快補趕快補 然後這邊非常注意Z40的動向 那這邊有確實看到棒棒的移動方向 然後也看到赤頭往這邊走 所以天空熊這邊有稍微注意一下 Z40的一個打法 但是Z40心裡應該也知道 應該是鬧得到什麼東西了 好這邊天空熊直接一個果斷進去 看一下 Z40到底要幹嘛 欸這邊Z40個私木 哇一個擺給伐木場 直接點一百木 哇這個會是伐筆嗎 這個伐木場會是伐筆嗎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是伐筆 這個血虧啊 然後還讓四隻村民稍微沒有做事喔 哇那這邊Z40開場直接送一百木 然後棒棒也沒打到任何東西 怎麼辦 反倒是天空熊這邊 黃金挖得很開心 看來是要出小弓 沒錯小弓有在去 三隻小弓已經走了出來 還有戳戳長槍兵跟赤頭騎兵都還活著 OK那目前Z40 四隻兵集結過來是要打這面嗎 但是我覺得這邊過來也似乎 打不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可能會有點麻煩 哇這邊四隻村民直接開戰嗎 這邊是要來吃鹿喔 但是剛剛有一隻鹿被ZC敲死 哇這個鹿怎麼越趕越遠 好那如果沒有想要去外面該模仿 然後吃鹿的話 一定要叫四隻去吃鹿 這個就是細節 因為你三隻的話肉會吃不完 吃不完的話就會變跑兩趟 跑兩趟那來回的時間就太長了 就會花太多時間在移動上 這個採集效益就不好 那如果是四隻去的話 那一定可以把這個肉採完喔 這個肉採完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放回去 那他就會直接在模仿 發呆或者是有Unshooter 下一個指定動作的話 他就會去下一個採集點 去做他的事情 但是這個有小細節的話 我們這種高中玩家 都是有在注意的 好那看一下這邊 小空 有沒有打算要繼續深追 本來是想要往前前壓 看一下對手Z40 在搞什麼把戲 那本來這邊自己是想要跳層喔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 伐木場直接擺給白木頭 所以決定果斷不上層了 不確定 我不理解 因為他這邊 按封建時間是25P左右 接近可以跳層的一個 應該說就是可以跳層的一個P數 那這邊25P然後採按封建 那就有點尷尬了 那支援量來說的話 可能會小小的 比天空熊好一點嗎 我也不確定 那這邊 三隻小弓 來到後面想要來做騷擾 但是這邊Z40應該也知道了 剛來這邊打 但是卻沒看到小弓 應該是往後繞了 但天空熊想要去探 但沒有看到小弓的位置 直接往後看了一個屁股 什麼都沒看到 看了一個空虛 但是這邊已經天空熊繞到後面了 要來做騷擾了 那這邊射程有點一弓嗎 看起來是有的 4加1 那有點一弓 但是這個距離速度有點遠 這個要打到好像有點小小的困難 那看起來是沒打到的樣子 好 那這邊可能是在超過這邊 水有點忙 哇 再來一個棒棒全部殘血 直接射死兩隻棒棒 完美 然後這邊有三隻小弓走了進來 那天空熊的刺頭趕快過來救 哇 直接被射死 然後那家裡還有一隻 戰矛看 先打戰矛或小弓都可以 不管打誰都很賺 但先打戰矛的好處是 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但打小弓的話 也很好 因為小弓打 刺猴會有傷害 但戰矛沒有 這個就是個取捨的問題 好 那這邊決定是用刺猴無雙 全部收掉對手 那就沒問題了 我們前面這邊也在開戰 各種在秀 這邊一直也要秀 哇 這邊同時秀了很多地方 天空熊 這邊同時插了塔 又控了中間的刺猴 然後又控了下面這一坨弓兵 然後小換對手 白癡4%開 但是最後對手也被換到剩一隻 那這邊天空熊可能還行喔 那就要看這個塔公公能不能插到東西了 這個塔公公立士林也注意的蠻快的 馬上就直接立塔 六層跟四層覆蓋 應該看起來是沒問題 應該還是守得到 但是能不能反殺又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這邊沒有打算要出去拆這個劍塔 因為有些玩家說 奇怪還這麼近 然後也沒有圍 怎麼不派村民 拉起村民去拆呢 因為目前自己是靈 已經看到他家裡的兵力已經不夠了 那有看到對手的刺猴 馬量有一點多 三絲 而且也有出小弓 如果這時候出去打架的話 自己會破一個大洞之外 然後很有可能正面也會打輸啊 那就會非常的危險 不然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沒有圍 基本上可以拉自己村民 這個就去射 然後拉村民去敲 這個細節部分也要看一下 對手到底有沒有兵 可以來掌控你的 前面拆的村民 這邊滴了一個木牆 牆周嗎 沒有 那這邊塔公公要過來了嗎 這邊公公守 決定要來拆房子 而不是要進劍塔 那這邊千空手卷放棄了 哇 那天空手這邊放棄的話 會很尷尬喔 因為天空手這邊是挖石頭 封建挖石頭的概念 就代表你意味著 經濟會輸的對手 除非你買賣 那就不會輸太多 但是這確實也是輸蠻多的 因為目前Z40城堡時代已經點了 好那這邊要繼續插塔 Z40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已經有點心安了 好決定趕快 下4級 可能要來買賣一下 那我不確定是要買賣什麼 自己資源也是蠻多 但挖近的人真的是蠻多 10個人 那目前10個人的話 沒意外就是要打小工了 好那這邊這個塔起來 天空雄似乎沒塔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因為這邊塔就算塔下去成功了 頂攻也是控這個墓區 目前Z40下面還有墓區可以控 那墓區依然有的狀況 這邊Z40其實受傷程度並沒有太大 反倒是這邊Z40的工地已經出門了 那這邊也被天空雄看到 這個燒蛋確實紮實的看在眼裡 那天空雄應該還是想要繼續給對手壓力 用手撕防止的方式 再拆這個防止 這個村民拿刀棚卡 但是這邊一出位喔 直接被點掉 而且也變身了 Z40完蛋 領先一個時代 天空雄這邊只有小微一點防止 這邊要打進去嗎 還是要直接走進去呢 這邊走進去很危險喔 因為從這個地方走上去 剛好是TT的正下方 直接一個直線射擊 這邊剛好放棄出來被你收掉 那這邊前面這個奴兵給的 傷害價值連城 那前面也確定攻不進去 已經有個青頭在製造 這邊萬人挖石阿 六個人挖石喔 那這邊天空雄 這個防止要是倒的話 就塞歐納拉了 目前還在 神寶史達爾在升 但是馬來的升級速度非常快 已經升了一半了 然後但是 這個防止好像敲太久 也沒有敲掉的意思 然後反而是選擇要往右打嗎 我以為他會繼續射 然後走進去 然後開射這一波金跟木頭 然後這邊蓋劍塔 這個塔防守 然後圍死 欸這邊有洞 然後被DC發現 欸左邊有洞 左邊有洞 趕快拉弓兵上來 鑽這個洞 然後這邊一直是 好殘血去敲村民 然後被天空雄一個村民反殺 在前面這邊 塔公公 猴子車開始在拆這個建築 拆這個建塔 然後後面再修理 完蛋 天空手術就爆炸了 這時候 一共小才在生二極射啊 哎呀要死一村了 兩村 好慘 然後這邊村民有拉走 所以這邊村民好像沒事 是 在這邊一直瘋狂收村 那就很麻煩喔 一直收村的狀況都村民在移動 經濟就越拉越大 好 那目前村民宿是 天空雄38村 對上帝是40村 那目前天空雄落後 將近快10隻的村民 看起來是有點微涼 剩下微涼 好那這邊 第40選擇要開TC 那敗在庭確實前面 拿到了蠻大的經濟優勢 分數已經差距了700分 呃工兵部分 天空雄已經擠出了11隻工兵 要來做反擊 但是 家裡 不太好過啊 這個伐木場也沒時間 先蓋補個星斗 就有點太遠了 但實在太忙了 因為他前線在作戰 好這邊前線中文要撤了 要全部撤回家 好這邊 蓋個4級被抓到嗎 哎呀又11村 天空雄村民宿 已經落後了11村了 完蛋怎麼辦 敗戰庭還可以速生帝王 但他自援量非常的少 生帝王很便宜 但是Z40也不是單TC 打強軍師 POIN到底 所以應該還是有機會 那這邊千空雄能不能 打回一些經濟優勢呢 或是軍事上的勝利 就是一個 核心問題 既然落後了 那就要給對手壓力 那壓力要怎麼給 就是要看個人造化了 OK 那這邊 哎呦 直接砸下去 但是沒有狠腿 腿一半 哎呦 這個又秀了一下 這個應該來不及秀了 哎 最後關頭居然選擇不打 原來這邊公命來了 哇 這邊被天空蟲修 回來這個頭死車 鑽爛爛了 這個頭車架子連城 但是這邊又來聚集了一波 奴兵 總共17隻的奴兵 那兩隻的肉馬 過來先 看一下敵人的一個位置 有什麼關鍵組物 先探查一下 那這邊肉馬 會不會剩掉一隻呢 哎呦 兩隻都殘血了 我的天 兩隻都殘血 那看到右邊的部隊 這裡有高地 那天空蟲全決定走左邊 而不是走右邊 那這邊確實兩邊交戰 那頭車看到對手 哎呦 這個頭到一點 擦身而過也砸到一點點 完蛋 但是天空蟲這邊在秀奴兵 邊走邊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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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射距太遠沒有彈道學 射不到 然後天空蟲二級目也點了 但一級鐵還沒有點 有點尷尬 應該是沒有多餘的資源可以點了 天空蟲這邊居然還在升奇兵 哎呀 哎呀 三隻就這樣沒了 兩台頭車開始丟 那這邊頭車要不要空 空一下空一下 哎呦 殘血 呃秀一下 哎呦 真的真的很 真的是個狠人 剩下3D的頭車 賺爛了 發現這裡有個頭車走出來 天空蟲 哎呦一個V字形 閃位 右邊又來 然後空一下 然後這邊頭一下這個奴兵 但沒頭到 這邊再空一下 頭車要不要踢到這邊 踢到一點點 水 OK 又找到一些 好 雖然有卡片打掉了 但是又逃到第二番 哎呀 Z40倒了 直接腿割 沒了 這一坨奴兵就這樣沒了 好 這邊馬修 兩個 不是馬修 是一個 一個馬修 然後再補一個射箭場 三射箭場 一馬修 哇 這邊進來 這邊進來是不是要sigfight了 哎呦 兩村 三村 四村 五村 六村 七村 八村 八村 這一村沒砍到了 哇 差點就九村 哎呦這個頭車 哎呦秀得好 突然往回扭了一下 啊 天空熊 突然殺了九村 村民術突然 拉近了 但是村民術還是有點落後 還是落後個 十七 十五村左右吧 反正這頭車也擺給了 哇 DC頭車擺給的數量點多 這邊頭車也在做小丑 呃 操作操作 欸這邊頭車換掉一台 然後一個提示死了 好那這邊 奴兵也過來想要做防守 但頭車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這個頭車又被修了回來 這個TC一直被 鎖在家裡喔 痛彈不得 好這邊奴兵直接過來要硬上 可以嗎 三圈空熊在秀操作嗎 當然事情看起來是沒辦法 對手 然後Z40這邊努幣相當大量 頭車又來接著兩台 那目前Z40沒有再繼續升頭車 那看起來資源量確實也升不起喔 有點窮 趕快買賣資源一下 我確實買賣了 趕快買賣賣賣賣 然後買了買食物 OK買了一些食物 看起來是要出騎士 而沒有要繼續出頭車了 這邊騎士感覺是要來解這個頭車 不想用頭車跟對方拚頭車喔 這邊就要看一下天空熊 這邊會不會爆大量騎士 或是大象 神旅之類的來招對手騎士 有沒有靈性就看這一波了 OK兩台頭車 第三台也過來 但是騎士有點大量 天空熊騎士也回來救一下 但這台頭車應該是沒救 好頭車來投一下這個弓兵 但是這個頭車往前拉 哎呀 騎兵三隻直接被送光啦 天空熊騎兵做到蠻多事情的 那兩台頭車繼續對這個TC輸出 但是好消息是 敗戰停的TC 血量是比較多一點 還有312點 你看這個馬來只有2400 血量多一點點 就能扛比較多下這個頭車的傷害 增渠道時間比較多 哇這個說到倒頭堡 D40太狠了吧 直接在頭車面前蓋這個城堡 這個要兇啊這個要兇啊 這個要兇一下 頭車是過 我砸到 哎呀哎呀哎呀 這個村民 哎呦哎呦 這工兵差點又被砸到 完蛋這兩台頭車無雙了 工兵繼續在射 在射這邊蓋寶村民 哇這人倒頭堡 完了 沒啦 大箱也過來了 大箱來扛一下這個箭矢傷害 雖然被射還是蠻痛的 哎呦 幹嘛這一邊有沒有投到 哎呦這邊 直接硬蓋 哇 欸等一下你是敗戰體 不是西班牙欸 這樣硬蓋沒問題嗎 哇 上藝人蓋寶 哇 哇 又投了好多次 哇不行就投 哇 哇 我到底開完殺小 哇這個沒有呼喚 來不及 村民樹 差距17吋而已 呃 用了三億人的 村民樹料 終於把這個堡蓋起來了 那這邊Z40元氣大傷 但是村民樹一就是領先了 哇天空兄 你剛才這裡不滿足 控兩斤還不OK 你想再升差一點 但是這邊有奴兵喔 我覺得這邊就差不多了吧 對這邊差不多了 哇 這邊還是空兩邊喔 這個金也空不到 頭車也在這裡 好 對手Z40馬上插下來 電塔 願金沒有石頭了 騎士過來 想要來解一下這個頭車 能解到嗎 OK解掉 因為這個沒有修 兩刀就不夠了 好這個寶要是起來的話 Z40可不可以打出GG 兩塊機都被控 家裡的金也挖完了 家裡好有隻騎士在鬧 好 完蛋 怎麼辦 好但是 敗戰庭這邊沒有資源可以上帝王 什麼東西也沒有 資源樹非常稀缺 跟日本的壓縮機一樣 我的天 好天空兄這邊買賣一波 這邊要準備上帝王了 一千肉八百黃金 馬來樹上帝王勸退 可能已經要來了 雖然這邊Z40村民宿 遙遙里先二十八村 但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生帝王時代 目前家裡被打得有點慘 剛剛那幾波交換下來 村民有太長一段時間沒有工作 一直在收村 跟蓋寶這個情形 所以導致資源量應該是有數個好幾千 好不等 哇這邊又在大前襲 你看這樣一直移動來移動去的 怎麼辦 這邊又被逼過來 這邊全部的村民都被拉走 然後這一移動時間又沒有在工作 支援越拉越開 所以村民樹是領先的 但這邊有被燒的情況下 村民就不是太大問題 問題是能不能挖資源 好這邊來奴兵來營究 看到天空熊這邊要樹上帝王 是不是要勸退了 哇這個帝王研發樹超級快 才過了一分多鐘 就快研發好了 好散下頭車 繼續來投TC 這個TC看起來是沒救 涼了 好雖然這邊天空熊的兵有點少 但頭車還在輸出 Z40的資源完全不夠上帝王時代 OK這邊順利上了帝王時代 好那馬來上帝王時代之後 Z40要怎麼打呢 這邊要來前壓寶嗎 唉呀這邊前壓寶是不是 尷尬了 想要前壓寶結果還撞TC 雖然這TC的村民比較少 劍齒量有點低 好兩隻奴兵來守一下 家裡前面 喔這要燒毀弱的意思嗎 那應該沒有問題喔 直接村民打架 奴兵開始出 騎士按幾隻出來開始砍 Z40 這個寶蓋不起來就要GG了喔 就要GG了 完蛋到才寶 蓋不起來 G了 這個應該要低調了 沒救 這邊 D40打出了GG 哇 村民宿 D40領先33村 但是終究經濟打不回來喔 這個經濟差距實在是有點太大了 明明敗戰庭對馬來 算是優開的一個文蜜喔 因為畢竟他的戰矛跟戳作很便宜 封建時代只要戳時間夠久 時間差距越大 痾 Z40的優勢就越來越擴大 但沒想到 天空熊知道自己超劣勢 直接 用奴兵跟頭車胸一波喔 然後操作秀起來 直接來一個超級大逆傳 大家知道了嗎 如果你前期被弄得很慘 那你一定要熊一波 就跟我上一部影片一樣 我馬力 也是很慘 也沒有很慘 反正就是有兵就是要熊一波 有熊有機會喔 沒熊就沒機會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數據 好 數據的部分 食物 好 木頭有沒有 Z40領先 食物也是Z40領先 黃金素 天空熊已經小小的600 全部都是Z40領先的狀況情況 確實是天空熊獲得了這場勝利 拜登廷對馬來 這個局勢就一定會是長這樣 經濟量一定是會 差不多是長中的感覺 那沒想到馬來 天空熊真的太扯 不能是用強軍式打死了 哇你看這個線條也是蠻明顯的 OK 村民術非常的多喔 D40 但D40前面那波 進化奴兵給的壓力蠻大 但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剛上去城堡那段時間 那個奴兵在設那個房子 是不是有點 我不太確定欸 因為可能再滿吧 在空家裡之內 所以那個奴兵有長一段時間沒有做事 就在單純那邊敲房子 只有殺到一層蠻可惜的 好 然後 目前看起來 天空熊這邊的 殺敵數是比較多 116殺敵 然後單位值損失66 完全就是一個強軍式的一個表現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